团战大毒王扁鹊 他强人他强 东皇家张良 大家好我是豆豆 首先公布一下上期中奖的小伙伴 我已经联系上了他 并且给他发了168的红包 言归正题 今天我们来玩一下扁鹊 我们的扁鹊腰里藏着无尽的毒液 敌人一沾上那就是 愈先愈死愈罢不能 手里呢更是藏着放血的毒镖 一镖扎过去血流半天 好了废话我们就不多说了 下面我们就用我们的毒液 撒遍峡谷每一个角落 在中路我们就是毒王 我们的手中握有无尽的毒液 看见了对面的射手 甩出我的毒镖 我的毒镖一下一下扎在他的身上 此时我的毒已经深入他的肺腑 举手发作他必往 回头再来扎对面的法师 很显然他的火都不够我的毒 我的毒液无孔不入 一旦粘上我的毒 我的双手就是遥控器 我一举手中毒者必发作 中毒深指发作之时立马暴毙 中毒钳指 那也是欲仙欲死残血回家 就像这个赵云 中了我的毒就很深 即便是肉中魁 也挡不过我的毒针 抢了对面的蓝buff 我们就能释放更多的毒液 这一波来到中路 看见了对面的敌人 先甩手放毒 布下我们的无尽毒液针 甩起我们的毒镖 增加他们的中毒深度 举手发作 终于当场暴毙 剩下的也是伤的伤 逃的逃 回头一看 二哈来也 不要慌 人和狗 我们可以一起毒 这一波三连决胜 一个周瑜 一个成吉祠海 一只狗 正好三杀 这一波对面的人员 正在赶去上路 我们就在中间拦截 看见他们 先一个毒液 撒过去 再来一个无尽毒液波 毒液瓶子 砸到他们的脸上 直接双杀 接下来再清理他们的兵线 让他们守塔 守个灯 对面的杨简 终于回过神来 那我也是毒液瓶子 伺候 我的毒液 无穷无尽 举手他必亡 接下来对着赵云 甩出我们的毒镖 可是还是让他给跑了 跑了赵云 来了周瑜 照样毒液瓶子 招呼他 接下来就是遥控机一案 周瑜直接暴毙于塔下 对面的已经团灭 赵云也是没走多久 倒在了我的毒液之下 这一波一为五 KO五个人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 扁鹊 毒王的玩法 想要玩好我们的扁鹊 还是有一定的技巧的 这里我就告诉大家 一个小技巧 看见我头上的一了吗 这个数字一 就表明我自己中毒的深度 不过这里的毒 对于我和我们的队友来说 都有免疫效果 并且我们按下遥控即使 就是大招 我们的毒液就变成了良样 可以为自己和队友加血 中毒越深 加的血越多 对于敌人来说 正好是相反的 他们中毒越深 我们的大招 对他们的杀害也就越多 所以我们的扁鹊 放大招之前 尽量的多放出毒液 然后开大招 直接秒人 好了 教程就到这里 下面我们继续游戏 此时对面的人员小跑 我开启大招 瞬间双杀 之后甩出毒针 射手也是被我们的毒液 慢慢的侵蚀 面对对面的中单 我一针一针的扎在他的身上 他已经跑出了我的视野 但他跑不远 回头再来一个大招 赵云直接暴毙身亡 这一波来了一个五连爵士 这就是无尽毒液扁鹊 对面已经团灭 那么这一局也是大局一定 下面公布一下 这一局比赛用的装备和名文 仅供大家参考 好了 谢谢您的观看 期待您的关注 我是豆豆 我行你也行 我们下期再见